徐总 不 徐大哥 我为了你入国我们乐意杂志 马到成功 来 干杯 你在乐意吗 徐大哥不知道啊 我就是金镇社长的助理 我跟你们公司一个总监 梁小姐很熟 梁小姐 她是通过我们才认识你的 对对对 是她的男朋友傅依萍带来的 来来来 干杯 干 来 谢谢 徐大哥 你不知道吧 那个傅依萍被那个女的 彻底伤害了 现在啊 悔不当初走了 这事我是知道的 她现在把公司 交给我手下人代管 我一直真的以为 是她父母身体问题 所以回去陪父母了 傅依萍是很要面子的 我想感情的事 不论男的女的 都不愿意说出真话 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就是不愿意说是 你以为她的女人 但是她的女人 也认识是很要面子的 她的女人 这事是不愿意的 因为她的女人 是真的 你不愿意的 不过我妹妹的能力 我还是了解的 当初送她去日本学习 就是要教她做事认真严谨 徐大哥 后来回国以后呢 帮我的公司做得不错 杂乱的管理经她调整 井井有调了 可是啊 我现在在乐意并不受重视 当你把资金注入之后 他们处处都避着我 我知道他们是妒忌了 哦 是这样啊 对了 徐总 我听说你新入国的公司 最近人员有所调整啊 没有啊 听小房说啊 那可能是和金阵之间 有些误会 都是因为工作嘛 可能是因为方式不一样 产生了摩擦 我这妹子啊 性格直爽 我估计啊 可能是因为伤了 金阵的面子 这方面呢 还要靠你 多照顾照顾 找个合适的机会 给他们相互 调和调和 好 一定一定 反正啊 梁爽那个女人 除了利用男人 达到她自己的目的之外 无一可取 哎 小房 你这样讲有点太绝对了吧 是啊 不管梁爽和傅怡平之间发生了什么 她的工作能力还是蛮强的 我说她是个狐狸精 我看你也被她迷惑了吧 小房 小房 这许总我还是很了解的 为人很成熟很稳重 不像你说那样 许总刚才说的也对 你呢 多像人凉爽学学 还是大哥说都有道理 好了 看来我今天说的话 你们两个都没有听进去吧 那我有事先走了 哎 你去哪里啊 不知道 哎 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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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许总 没事没事 她这笔记是不小啊 来来来 咱们俩继续喝 好 不管呢 好 不过这话说回来 以后我妹子啊 还是要麻烦你多多关照 顺便调教调教 你